大家好,欢迎来到童话时光 下面我们进入魔幻陀螺竞技时间 今天竞技的两款陀螺分别是 雁天火龙王跟猎天十九 下面让我们赶紧进入魔幻陀螺竞技场 看看这两款到底是哪一个更胜一筹吧 现在雁天火龙王跟猎天十九 已经分别来到竞技场里面 已经准备就绪了 首先他们都已经把这个觉醒灯给打开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赛制也是采用三局两顺制 那在正式的比赛之前呢 我们先让两个来进行一个对战的测试吧 哇,是不是很炫 两个都是属于攻击型的 验天火龙王它是属于主力攻击型 而验天十九呢,它是属于放变突击型 都非常的猛啊,一下子两个就不断的互相撞击 好了,我们的测试就先到这里吧 下面我们进入正式的比赛 好,第一场 任兵火龙王对战 猎天十九第一场开始 两个都非常的猛烈 好,第一场看来是验天火龙王更胜一筹咯 来,暂停一下 那下来我们再进行第二场 第二场这样算不算是平局呢,那接下来悬念就来了 看看最后一场,猎天师就能不能够搬平吧 能不能够把局面给搬回来 再次开始 哎呦,看来猎天师就还是没能够搬平啊 今天这一场三局两胜的比赛又是燕天火龙王获胜啦 今天我们的燕天火龙王表现很不错哦 在三局两胜的比赛中很完美的战胜了猎天师就 那今天我们魔幻竞技时间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我们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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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